来自Facebook的粉丝林YJ 和短视频的粉丝陈何 陈老师,我的作文要怎样变得更加优美 如何让我的作文变得更加优秀 我相信这是很多孩子都面对的问题 有些孩子在写作文的时候 可以把文章写出来有内容 但是句子是单调的 有可能是一个句子写出一个内容 这样的文章可以及格拿C 但是如果要拿A 文章中就必须有优美、戏文和有气的词句 那要怎样写出一篇优美的作文呢 很多人都有一个误气 那就是认为被作文、被优美句子 就得把作文写好 这个方法不是不好 只是我们能够有多少的能力 来被作文、被优美的句子呢 我们到底要被多少的作文和句子呢 要文章写得优美 最重要的还是阅读 从阅读中感受作者 是以什么写的方法来表达文章中的内容思想 例如我们读《狮子王》的故事》 其中有一个段落是这样写的 当星巴来到国王牙时 你是还温、还不适中 土地荒野干裂 黑暗的天空中 全身滚棍 暴风雨就要降临 而刀疤正在大巴雷霆 因为东门纷纷潮流这片土地 母狮们鼓到猎物 连负责而捕猎的沙发地 也因此遭到刀疤的殴掌 星巴看到母亲被挨挡 愤怒地冲着上去 她向刀疤喊道 我回来咯 你选择吧 要么退回 要么接受挑战 因此的刀疤季节投降 她不断以星巴害死父亲的职责 从心理上打击星巴 在这个段落 我们可以发现到 作者如何描写环境和天气 雨是黄温 环是四周 土地荒野干凉 黑暗的天空中 雷声滚滚 暴风雨就要来临 还有 作者用动作描写 星巴看到母亲被挨挡 愤怒地冲着上去 语言描写和关联时语 她向刀疤喊道 我回来咯 你选择吧 要么退位 要么接受挑战 进行书写 各位 这些句子优美吗 作者是以背的方式来写文章吗 作者是从在录词句中 找出好词好句来写文章吗 答案不是 很明显的 作者是以写作技巧和方法来写文章 写作文是有技巧 有方法的 如果你有参加陈老师的写作班 在作文课堂里 陈老师会和你分享很多的写作技巧 单单是这些写作技巧 就有72种 要不来 你可以关注我的视频 陈老师会持续地和大家分享写作的技巧 方法不对 努力百倍 方法正切 示范功倍 同学们加油